如同天上将魔主 真是人间太碎神 这个柳如烟 你给几分 如烟提示您 准备好WiFi和薯片 精彩故事现在开始 对温柔锦啸小姐姐两个月未果 我一气之下花了九块九巨资 让我损友纪伯达把微信头像换成了她的头像 纪伯达 我保证骂不还口 不过九块九只能让你骂十句 超过了得加钱 十句完全够了 洗了手回来 想着柳如烟那张臭脸 我拿着手机开始口吐芬芳 气搏搭果然够意思 贴心的把微信昵称都改了 手指在键盘飞舞 我简直下手如有神主 你不就是脸长得比别人好看那么一大点吗 你不就是馒头比一些人大一些些吗 你不就是声音好听一点 让人耳朵都要怀孕了吗 但每天回人消息 就跟挤牙膏一样 你哑巴了呀 你是执法小仙女了不起吗 怎么没见你服务好我呢 我要是哪天把你追到 一定狠狠巴了你然后惩罚你 我数了数才六句还有四句 我定了定神 打算继续战斗 结果这个头像发来的消息 下楼我看你怎么惩罚我 有喝 心损油果然入戏够深 我赶紧用手机编辑好 扒了你的警符 罚你跪着给我唱征服 刚发过去 另一个相同的头像发来的消息 给了钱你倒是骂呀 一腾成你便秘了 骂人都憋不出一句话 射死 完全射死 骂错号了 我赶紧把刚才那句话撤回了 虽然我知道已经失去了意义 柳如烟发了一个表情包 撤回也没有我看到的点句屁句 我让纪伯达快点把头像换回去 他缓缓打出了一个 然后说 又舍不得骂了 那我就含泪收下这九块九 跟我家没人看去吃宵夜了 我狠狠回复他 我不是人你是真的狗 盯着柳如烟的头像 我装死了一分钟 柳如烟看我没动静 直接打来了语音 怎么 耸了 那必然是不能耸的 输人但不能输了气势 我熊啾啾气昂昂下楼 却在门口看到他的那一下 突然就腿软了 柳如烟身上还穿着警服 站立在我家楼下的大树下 那眼神悠悠看着我 让我觉得下一秒 我就会就地燃烧成最美的烟火 我盯着他打量 那身材绝了 搁着布料我都亏到了 他皮下有轮廓的好身材 而且制服诱惑懂得都懂 我咽了咽口水 满脑子都是抽皮他带的画面 简直的让人不敢继续往下想 柳如烟张嘴 擦擦你的口水掉地上 太老色皮的本性被揭穿了 我磨磨蹭蹭走了过去 路灯洒下的暖黄色光芒 让我能看到他长睫毛的道理 柳如烟双手抱在胸前玩味轻笑 把我紧扶 我手抖了抖 不敢不敢袭警可是犯了 我咬了咬嘴唇 您那是锡字如金但句句真言 没服务好你 我头缩了缩 不不不 有你是我的福气 执法小仙女了不起 我竖起了大拇指 了不起 太了不起了 人民坚强的后盾 YYDF 跪着唱征服 我一把抱住他的大腿无泪能烟 我是校园十家歌手 我来唱 为了追他 我把尊严按在了地上摩擦 我依腾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啊 柳如烟伸出手来 薄唇清气 骂了我七句 垂死命中惊作气 我赶紧蹦起来握住他的手 夸下了海口 七顿饭我请了 行 我叫同事们出来 我以为柳如烟是开玩笑 结果他居然真的特默地喊了两个人出来 小气鬼 坐在烧烤摊上我默默编排他 他们两人自我介绍起来 我是冷清秋 我叫何清清 之前打过照面 但没有正式认识我 在人家同事面前 我还是尽量装得比较绅士 温暖一笑 你们好啊 我是柳如烟的朋友伊藤成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朋友啊 特意加中了朋友两个字 冷清秋说道 我们都知道你的 你就是上次来送锦旗的那个帅哥吗 也就是我损友继伯打手机丢失那次 这年头手机丢了能找回可真亲戚 最重要的找回手机的还是个大美女 我就借机加了他的微信 说要在朋友圈里表扬他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 其实是为了更方便地追到他 我听说你还发了微博爱特了我们官微 何清清淡淡地说 点赞柳如烟人美心善 是人民天使 这年头发个微博感谢人 无犯法吧 人家好多执法小仙子 还开直播 宣出传卖夜色物像 我这是锦名一家亲 拉近他们与群众之间的好关系 冷清秋 对对对 还请我们喝过奶茶来着 那个月的工资 我含泪花了一半在打通关系上 何清清 还接过柳如烟下班 那不是为了增加存在感吗 冷清秋说小弟弟很勇啊 何清清到这年头胆大的挺少 就警察小姐姐们都这么八卦了吗 我侧过头看柳如烟 他只淡淡吃着东西 安安静静听着两位同事的笑声 仿佛置身之外 我在桌底下 用脚蹬了蹬他 在他看过来的时候 对他憨憨地微笑 这个微笑 我在家练了八百次 保证能一笑清新 再笑勾魂 谁知道柳如烟压压根不吃我这一套 拿了一碗东西递到我面前 递递补补 低头一看烤猪脑 我快要气死了 礼尚往来一番 我也给他递过去了烤馒头 笑得天真无邪 姐姐 你也补补 柳如烟嘴角含笑看着我 盯得我后背发凉 听说你要骂我十句 笑容将在脸上 我拿着牛肉串的手抖了抖 不是 纪博达这个吃里扒外的 这也能卖我 我讨好事地把快乐水往他旁边推了推 扭扭捏捏道 我哪是骂呀 那不是对你的赞美吗 温柔执法仙子 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哪 柳如烟拿出手机来 嘴角上扬 发了七句 勉强算三句夸 但还有四句都在泄分呢 当着外人的面 我又不好多解释 只委屈巴巴的桌下 踢了踢柳无烟 眼神适应 执法小仙子 我错了 给我留点面子吧 柳如烟仿佛看懂了我的暗示 收起手机又和两位同事一起吃喝 我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全程保持绅士微笑 生怕柳如烟又拿这件事做文章 曲终人丧后 他要送我回家 这要是放以前 我肯定狂欢起舞 原地360度托马斯大旋转 但今天我不敢 我怕柳如烟报复我 结完账走出来 我装肚子痛 柳如烟 我不行了 哎哎哎 屁股好痛啊 这么晚了 你先走吧 我叫纪伯达来接我 他的眉原堪就在附近 柳如烟好整以侠看着我 轻轻吐出一个子 装 我也活出去了 大有抗争到底的决心 直接蹲在了地下 硬生生挤出几颗小珍珠来 我痴疮爆了 泪眼巴巴望着柳如烟 我看到柳如烟皱了皱眉 她不会发现了吧 下一秒 她伸出一只洁白似血的手 我扶你去医院吧 义父们 我没忍住 那可是柳如烟的手啊 我承认 我就是一个贪图美色的人 尤其是这种前Lex Hall X 还一身正派穿着制服的人 你要问我现在最喜欢什么颜色 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 蓝色WYDS 瞬间我就挽住了她的手 头缓缓靠在她的肩膀 手绕在她的腰上 我看你现在生龙活活了 柳如烟的满脸黑线地说道 完了 得意忘形了 我夹着嗓音装柔弱 才不是呢 哎呦屁股不痛头好痛 我肯定是发烧了 要小仙子亲一口才能好的那种 可是我没敢说 柳如烟语气上扬 那给你降降温 啊这是可以说的吗 是我想的那种降温手段吗 怎么办 脑子里全是未满18岁不得进入的画面 我哽了哽脖子 婉拒了她的好意 今天不太方便 要不改天 怎么能不方便呢 我看今天很行 说吧 柳如烟一个起身 我刚才松懈了 差点没栽个跟头 惊叫着抓紧了柳如烟 周边的人都在看我们 我一下子羞红了脸 毕竟她没换变装 着实是有点扎眼 请问现在算服务好你了吗 算怎么不算呢 我愁愁的半天 还是用手戳了戳柳如烟的肩膀 我没事了 大家都在看着我 回头率属实是有点高 那怎么行呢 群众对我不满意 那我肯定要一条条的改进才行 这话说的我毛骨悚然 柳如烟是这么一个记仇的人 搀扶患者就算是服务好我了 那扒了你 帮我降温 不会今天我要玩了吧 直到柳如烟扶我到楼下 其实路程不算远 但因为想着这件事 我就有点如坐针毡 感觉像是过了很久一样 下来后我撒鸭子就想跑 却被柳如烟凝着衣服拉了回来 她低头看我 还没降温的慌什么 我咽了咽口水 她这么漂亮 我又不亏的 对吧 稳了稳心态 我英勇就一般挺直了几倍 来我家嘛 从后面一把抱住了她哇哇大哭 直罚小仙子 我错了 柳如烟嘴角含笑 邪腻了我一眼 我不该骗你的 我站在她面前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等着接受惩罚一般 双手交叉我装的柔弱 我压根就没有痔疮 一点都不痛 就刚才蹲着后起来有点头晕 小心翼翼看了她一眼我继续 暂时不需要降温 毕竟咱们还没确定关系 这样有点不太好 我说完 等着柳如烟的回答 谁知道她下一秒直接笑了出来 丢下一句等我 就往前继续走去 然后去了药店 出来后拿了一盒退烧贴 她撕开后对着我的额头贴了上去 死了 我确实需要降温 我都想到什么去了 连谢谢都没说我就跑了 回去用枕头捂着脸 我想自己给自己来一个了结 纪伯达打来了电话 看来你的智商也不太高啊 彼此彼此 要不你制造点其他机会 毕竟你们两个生活没有什么交集 我来兴趣了 想不到有一天我居然让纸交过 没人看着一个女朋友的人要攻略 纪伯达信誓旦旦 你们这两个月 基础已经打毛 现在该增加点互动情节了 什么情节 你想啊 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打击犯罪 服务社区东家长西家短鸡毛算皮的事 沉思了片刻 我瞬间来了思路 马上就去各种鸡脚嘎啦找了一些小网站 因为我听同事说 他有一次不小心点进去瞅了鸡眼 第二天就有社区警察来瞅他 让他小心钓鱼赌博防止被骗 我们这一骗 会不会是柳如烟馆 支着眼皮看了半小时无聊的运动 我终于蹭不住睡了 第二天上班 果然是接到了电话 真可惜 不是柳如烟 于是我又继续 第三天还不是他 第四天也不是他 第五天还不是他 第六天终于等到了他 他打来电话 一腾成给我下来 黑黑果然有点成效了是吧 我欢天喜地跑下楼 结果等来了柳如烟的无情嘲笑 你少看点 我装不懂歪着头无辜问他 看什么了 柳如烟咬牙切齿 你自己说看什么 现在全办公室都知道 你每天晚上固定时间看H站 恰巧冷清秋直行经过 他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 小弟弟 你精力够旺盛哦 这下办公室里都知道柳如烟不给力了 柳如烟捏着眉心 像林小鸡仔一样 把我拎到了派出所 天哪 好羞耻 我不会要在这么多护士姐姐面前做检讨吗 快哭了 真的 柳如烟太狠了 我咬着嘴唇看着他 准备装可怜 柳如烟打开了电脑 别装了 这儿人多 我凑过去小心翼翼问 这事儿也不犯法吧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薄唇轻轻上扬 是不犯法的 我输了一口气 那我还怕啥 要是喊我写检讨 我可以视死不从 结果何清清刚好经过 看到我在 那表情 说不出的奇奇怪怪 哥们啊 你可真牛 姐佩服你 因为这句话 锁里还在的人 也抬起来头打量我 何清清看热闹不嫌事大 提高了声音 柳如烟男朋友 咱都知道的 没啥好奇的 人家小两口的情趣 神色暧昧的笑了笑 呜呜 我的脸比煮熟的 下还鲜艳 我终于懂了 柳如烟领我来的目的 这招看比凌迟啊 真的 还不如让我写 一千字的月后课 我好歹点评网站常课 保证能生情并茂 交出满意答卷 何清清临走时 还不忘拍了拍 柳如烟的肩膀 约回去吧 今天姐姐给你值班 柳如烟眼睛看向我 我要逃 又被揪了回来 柳如烟冷哼 今天跟我在一起 省得你再丢人 我掐指一算 我每晚固定娱乐电影活动 是十一点开始 现在七点 也就是说 柳如烟要跟我 至少待四个小时 我会被他惩罚吗 趁柳如烟换装的间隙 我直接一个电话 约纪伯达出来玩 结果他说要跟没人看 看电影去 重色轻有的东西 纪伯达说 难得的相处时间 你整个私人电影 那种好好享受吧 我靠他可比我玩的话 我让他丢了一个链接过来 马上订好了票 请了这次还有五次 恰好柳如烟回来 我直接拽着他就走 惩罚这种东西 还是得先下手为强 掌握主动 才有被动的空间 等到了后我都惊呆了 这哪是看电影了 这可以直接演了 柳如烟都气笑了 伊藤诚 你真的比我想象的大胆 我欲哭无泪 别误会啊 我纯粹是为了你舒服着想 毕竟你每天那么累 柳如烟拍了拍那洁白无瑕的床 那我可真的要谢谢你了 我依旧梗着脖子嘴 嘿嘿你为人民服务 我为你服务吗 柳如烟嘴角含着一抹浅浅的笑 目光微闪 别 我为你服务好了 为了缓解肝大 我先躺了上去 这床这么大 真是不方便我动手动脚 心里叹了一口气 今天要是柳如烟穿制服就好了 他果然离我很远 中间像是隔了一个马六甲海峡 我也有办法 特意选了一部恐怖片 当灯光暗下时 我趁机去抓柳如烟的手 结果他倒是悠然自得 双手整着头 没有给我一点余地 等电影开始后 我开始后悔了 我真傻 真的 从小就怕黑的我 睡觉都要开着小夜灯 居然能想出这种鬼主意 调女人有自己的心理健康重要吗 我全程捂着眼睛 用手指缝看 可惜只有一只手无耳朵 这音乐真的太吓人了 再一次恐怖音乐响起后 我直接扑在了柳如烟身上 紧紧抱住他 脸埋在他的胸膛上不敢动 一一腾成 正没声音的电影院里 突然传来柳如烟悠悠的声音 啊 我在他怀里蹦底 柳如烟 你有病啊 你要吓死我是吗 吓死未来男朋友 你就没老公了 我听到柳如烟咽口水的声音 但我不敢抬头看 我怕看到黑暗的地方 又联想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全程死死拽住他的衣服 怎么会有我这种人啊 又耸又怕又想看 我现在脑子里居然没有要调戏柳如烟的心 全在想我能坚持看到哪一秒 结果真的全部看完了 我可太爱我自己了 灯光亮起的时候 我才终于活过来 后知后觉发现 我跟柳如烟姿势暧昧 我什么时候把腿都放他身上 这招不错 柳如烟理了理被我抓得皱巴巴的衣服 我咬着嘴唇反击 如果你能伸出你先签戏手 安抚我的话 我会更满意 柳如烟嗨嗨两声 我看到灯光下的他耳朵都红了 我也有点心跳加速 赶紧从他身上起来 他服了服了 走吧送你回家 我蹦起来无理取冒 你是不是就喜欢送帅气弟弟回家 之前也送纪伯大回去过 男人疯起来 连自己损友的醋都吃 还知道自己帅气 看来这部电影还不够刺激 我冷哼一声 我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 可是某些人却持量行凶毫不自知 柳如烟满脸都是问号 我先走一步后 又对他勾了勾指头 走吧 柳警官 出来后已经快十一点了 显然柳如烟也想到了 就像是怕我还做出一些不可控的事情来 他硬着让司机在我家附近绕了几圈才回去 我们下车后 司机乐呵呵 你知道吧 我就喜欢在你们这种小情侣 人傻钱多 夸就夸了 怎么还骂人呢 我撸起袖子要理论一反 被柳如烟给拉走了 我还不忘拳打脚踢 我这辈子 最烦人家说我傻了 偏偏柳如烟还撞在我枪口上 回家早点睡吧 小傻瓜 我气得晚安都没说 直接跑了 手指要打开那个熟悉的网站时 我突然觉得没意思 纪伯达也说 看得着摸不着 你可真可怜 我讽刺他 纪伯达 你就没缘看一个女人 装得跟自己月女无数一样 纪伯达回我 好歹我还有没缘看 你呢 只有抱个枕头 是可忍 孰不可忍 第二天我就杀到了柳如烟单位 结果冷清秋小姐姐说 今天他们在街道 有防诈骗知识普及 转身要走的时候 我想起了什么 又把柳如烟的小程序 二维码打印了整整一百份出来 最后买了一盒棒棒糖 我朝着注点的地方跑 柳如烟穿着蓝色衣服 站在群众旁边 正耐心地讲解着 果然认真工作的女人 是最吸引人的 拿出手机偷偷地拍了一段视频 打算换个角度 再来一个的时候 柳如烟转过头来 镜头里的她和我 来了一个四目相对 我瞬间面红耳赤 连要关手机都忘记了 镜头里的她走过来 对我温柔一笑 请问要下载一个反诈骗案吗 下 下特门一百个都行 我内存够 还是无限流量 我被蛊惑了 柳如烟自然地拿过我的打印纸 这么多 我这才把手机关掉 回了回神 指着她的二维码 你们不是有任务吗 来 我帮你完成 她盯了盯我怀里的一桶棒棒糖 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小姐姐这就不懂了吧 我们做市场吧 最擅长递推了 奈何今天条件不允许 整不了太花哨 不然我甚至可以手边气球 让人类又再跪着给我唱征服 我拆了一根棒棒糖 往自己嘴里塞 好久没吃过了 居然有种小时候的味道 柳如烟看着我 我含糊着说 你也要来一根吗 她直接红透了脸 没空理会她 还是工作要紧 我把棒棒糖插在盒子上 然后就去找目标 对着各个小朋友就是大胆炫 在他们盯着我时 我开始了表演 只需要打开手机扫码绑定 执法小仙女会保佑你不会被骗哦 一般这个时候 家长们就会掏出手机了 我也会在完成后 奖励小朋友一根棒棒糖 但也有一些想白拿不肯扫 我就会直接把柳如烟拉过来 指着她警符上的编码 警察小姐姐不会骗人的 然后柳如烟微微一笑 基本男女老少都会拿下 靠着美色和美食的双重诱惑 一下午的收获 比他们平时送一把夏日凉扇来的快多 结束时 我腰酸背痛 追个人真比上班还累 他们收拾完后 柳如烟邀请我 等我回去换个衣服 请你吃饭 这多好的机会啊 我说 衣服别换了 带我去你们警校散散不好了 听说他们学校外面小吃比较多 边走边吃比较过瘾 最重要的是 万一还有更漂亮的人呢 柳如烟跟同事们交代了一下 就跟我一起走了 到了后 果然发现有很多好吃的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么多吃的 你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 实在是难得 柳如烟说 我们每天有那么多训练 早都消耗完了 我心里又打起了主意 那我是不是可以邀请柳如烟 做我的私人教练 在家打拳那种 然后不就可以 嘿嘿嘿 想到就去干 我直接下单了道具 学校人多柳如烟 全程护着我 不让人碰到我 我颇有一种翻身浓奴 做主人的感觉 指挥着柳如烟 给我买了好多吃的 可是我这个人眼睛大 肚子小 往往吃几口就不吃了 柳如烟皱着眉 你们老师没教过你浪费可耻 我点点头 一脸沉重 那怎么办呢 柳如烟没法 只有帮我解决掉剩下的 吃饱喝足 我就拉着他往校园里走 可能看柳如烟穿着警服 所以保安爷爷问了几句 查了健康码后 就让我们进去了 你别说 运气就有这么好 操场还有晚训的小姐姐们 他们正在仰窝起坐 一个个的呀 穿着训练背心 那路灯打下来 金黄色的线条让人热血澎湃 我直接就冲到了围栏外面 又被柳如烟拎着衣领拽了回来 看够没有 我眼睛还在前面 挥了挥手 怎么可能看够呢 各种类型的 那不得一个个的仔细观察一下呀 脸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身材 那才是我这个成年男性 该去关注的东西 反正柳如烟的身材 我又看不到 只能望眉止渴 望阳心探 还不如转移注意力 寻找新的目标 还不付费的那种 然后柳如烟黑着脸 把我拽走了 一腾成 我就知道 你来我的大学是别有用心 离得近 我还听到了柳如烟后 牙草咬的咔咔响的声音 但我也不甘示弱叫嚣 那不能看你的 看看别人的还不行吗 柳如烟哑巴了 扮上后 他终于憋红了脸 愤然道 你也没要求过我呀 我插着腰嘴巴撅起来 那我以什么名义看了 看了要负责吗 一向腹黑的柳如烟 竟然有点无措 望着我 小心翼翼开口 那可以 做我男朋友吗 随便摸 随便看的那种 他又加了一句 颇有视死如归的决心 我呆愣了几秒后 脑海里已经开始放烟花庆祝了 但还是委婉拒绝了 让我考虑一晚可以吗 女人就不能惯着 要吊着她一点胃口 回家躺在床上 我把柳如烟 今天的视频剪辑了一下 发了出去 后面还把她的二维码搞了上去 跪求了一波注册 第二天醒来 手机都炸了 热评第一位 太漂亮了吧 请问要犯什么罪才能见到她 第二位 摊排了我自首 请问可以亲自来逮捕我吗 第三位 热知是传播 夜视频调戏民警是犯的 我直接把我的评论置了底 别想了 这女人是我老婆 你们都没洗 马上评论区经线了一个熟悉的ID 妹夫威武 那是何清清小姐姐 然后接二连三的ID出现 他们是有注册视频平台的KPI考核吗 怎么一个一个的用真名 冷清秋小姐姐 年轻人真敢了 还有其他人的评论 妹夫你在我们所出名吗 我在铺天盖地的消息 没有找到柳如烟的ID 难道披了其他马甲 等我被拉进一个群里 我才发现我居然就这么打入了内部 人拉进来了 很多人应该都见过她 她的名字叫伊藤成 说吧 冷清秋小姐姐还发了一张 我跟柳如烟的照片 就是那天吃完烧烤 她扶我的时候拍的 原来他们两天人 吃完饭根本就没有走 还八卦地拍了罪证 何清清小姐姐 把我置顶的评论也截图了下来 还贴心地用大红色标注了出来 下面全是刷屏接龙鼓掌的 群里热闹的 感觉下一秒 我跟柳如烟就要原地结婚了 何清清小姐姐 我把名正局搬来算了 下面有人复合 我老婆在名正局上班 要帮他们安排一下吗 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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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激动 发了一个红包出去 有人在说 伊藤成小哥哥都发了 柳如烟不来表示表示 紧接着 柳如烟也跟着发了一个出去 我居然抢到了几十块 真好奇 一堆人发表情包 柳如烟小窗私了我 伊藤成 我沉浸在别人的祝福里 甚至忘了他才是事件的主角 继续等着他的下文 下楼 要搞什么小花招 我穿着人字拖就跑了下去 结果一堆蓝色制服在那守着 楼下一些看热闹的 已经在驻足观望了 不知道的以为 是我们小区出什么大事 我转身要走 大行告白现场 穿这么随便 要是把我拍丑了怎么办 结果又被柳如烟拽了回来 我低语 我这穿着太随便了 丢人现眼 柳如烟盯盯着我看了一眼 看不出来啊 跟平时一样丑啊 臭女人 她一直手扶着我的肩膀 你就在这里 别动 她回去站在中间 大概八个人站成了一小排 冷清秋小姐姐还放了一个小的无人机上去 我居然有点紧张 柳如烟这是要干什么 大侄女来这种浪漫吗 他们要开始前 我朝冷清秋喊 冷清秋小姐姐 拍照要开美颜 求求你了 真怕这群金国侄女把我拍的丑丑 她朝我比够K 然后一排人从背后拿出打印好的指出来 从左到右 依次举起来 串成了一句话 我想和你一起去看冷现场 和你一起去山顶看星星 和你一起去看日出日落 和你一起三餐四季 第一轮完毕后 又是从右到左 依藤成你好 我是柳如烟 感谢你的出现 照亮我的心间 想陪你不止认识的66天 只要有你只要是你 结束后柳如烟向我走来 手里一枚锦灰 轻轻跌在我的衣服上 然后她拿出了一个手办 里面是定制的警察小人手办 柳如烟笑得比春天的风还温柔 眼睛里藏满了星星 乖乖仔的模样 跟平时的正经药完全不同 这个眼神真的好杀我 我根本抵抗不住啊 周围看热闹的全部都砸 答应答应 不知道以为这是求婚呢 我的嘴巴就没有合拢我 捂着脸点头 然后猝不及防的 柳如烟融入了我的怀里 周围都在鼓掌 冷清秋小姐姐 识趣地带着其他同志们先撤 然后我赶紧把柳如烟牵回了家 主要是担心真的太招咬了 关了门后 我直接就跳在了柳如烟的身上 练过的就是不一样 轻而易举就把我抱住了 我双腿绕着她的腰 她拖着我的双腿 我捧起了她的脸 妈妈爷 我梦里多少次想对着这张脸犯罪啊 现在本人就在我面前 我歪着头 脸上的笑指不住 请问 现在轻轻犯法吗 柳如烟眼睛弯成了月牙 合理合法 我呜呼一声 然后对着她诱惑人的嘴贴了上去 小东西 还是被我搞定了吧 柳如烟吻得很温柔 舌尖触碰得刹那 我觉得整个人都要飞升了 吻得四肢无力 我靠在她的肩头喘息 嘿嘿嘿 柳如烟抱伊藤城很合理吧 然后柳如烟把我抱在沙发上坐好 面对面 我抱住她 戳了戳她的脑袋 昨晚花了一晚小的招 柳如烟拥着我回 准备了很久 那你不早点跟我说等啥呢 我在做策划呀 本来是想准备好了就跟你告白 毕竟你也知道我们工作的兴致 时间没那么充裕 你的意思是提前了 柳如烟捏了捏我的脸 我再不提前 你是不是要去找景孝小姐了 原来昨天是被刺激到了呀 我洋装沉思 也不是没那个想法 然后柳如烟狠狠咬住了我的唇 沉下声音 再说一遍 我舔了舔嘴 想找的话 得找个漂亮的 至少 我又被堵住了嘴 柳如烟还捏了捏我的腰 她警告我 还要说 我在她脸上大力拨了一口 你让我说完啊 就算你是警察 我也该有狡辩 啊呸 说证词的机会啊 她挑眉一笑 我抱住她的脖子笑 至少比你漂亮 但是比你更漂亮弟弟 你知道 肯定没有 说完后 柳如烟笑得连大白牙都露出来了 果然没有女人不喜欢听甜言蜜语啊 我正要对着她的脸再次蹂躏 她握住我的手 然后眼神微眯 等一下 我记得某人之前骂了我 七句话 救命 现在是秋后算账的时机吗 我兜索着 请吃七顿饭 已经实现了两次 还剩最后五次 休想了我 柳如烟掏出了手机 悠悠念叨 第一句 别念了 我都是你的了 咱们还这么见外干嘛 我讨好试地拱了拱她 那不如 柳如烟还没说 我抢答了 再加七次 以身相许那种 允许你一周完成 柳如烟被口水呛到了 嗨嗨了好半天 我拍着她的被瞧给你高兴的 平缓过来 她说我是说那不如就算了 我站起来 算了 怎么能算了 我现在连人都没摸到 制服play都没玩过 怎么能就算了 我皱眉还是你觉得我不行 柳如烟耳朵都笑红了 站起来摸了摸我的头 看来上次吃烧烤没补上 我做事就要去咬她的手 被她躲开 然后柳如烟拉着我的手 我去上班了 你自己乖乖的 晚上我来陪你 前面我根本没听 我只听到了最后一句 是我理解的那种陪吗 柳如烟不说话 直接走了 啊好羞人啊 我给纪伯达打电话 上次我给你邮递的东西 你们用没 纪伯达回我 没人看说正经人家谁用那玩意儿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们没用 必不可少的用了 装饰性那种没用 太好了我都不用重新去买了 纪伯达赶紧给我叫个跑腿送来 后知后觉纪伯达才在那头尖叫起来 一腾成你成吗 我想了想 用此严谨回她 追到了但是深入交流还没有 那头她回 你等着 我给你送过去 还是你大胆 我想了一下没缘看那死古董 管东管西的样子 料想也不好意思又 果然又回到了我手里 嘿嘿嘿 一起收到的还有一整箱一地盖奶 柳如烟发来信息 先补补吧 我的乖乖 我打开一瓶边喝边去拆纪伯达送过来的东西 挺好 大部分都在 在家好好布置了一番 我在家盼星星盼月亮等柳如烟下班 睡了一觉起来 听到了敲门声 我蹦起来去开门 明明就几个小时没见 还是觉得好想她 我跟个树袋熊一样挂在她身上 她一只手提着饭菜 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腰 先吃饭吧 你太好了吧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做饭 柳如烟把餐盒都打开 我直接捧着她的嘴亲了一口 你这嘴开过光吗 柳如烟轻笑 把筷子递给我 我会做就行了 我凑近她 那以后你做饭我洗碗 柳如烟揉了揉我的头宠一道 好 吃完饭我让柳如烟陪我看电影 就在家看我打开了投影 这次我选了一部爱情片 到了那种时刻的时候 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嘿嘿 我跟柳如烟窝在地毯上看 这次终于没有海峡的距离了 上次还不是男女朋友 不敢动手动脚 现在有这层关系加深 我胆大了许多 结果柳如烟两只手 抓住了我不安分的手 低头盯着我 要看就好好看 不看我回去了 我妥协 好吗好吗 我看 她不懂一个大型荷尔蒙 在我身边散发着诱惑人的模样 我能专心个屁 尤其是这部电影 好像也蛮无聊的 我靠在柳如烟身上没话找话 你是从多久喜欢我的呀 思考了一回 柳如烟开口 宋锦旗那次 就觉得你这个小弟弟很有意思 别整天小弟弟小弟弟的 你也只比我大一岁 好好好 觉得你的鬼主意真多 那你还让我不闹 我要生气了呀 无理取闹那种 柳如烟拥了拥我 下巴蹭在我的头上 然后就是发微博 发微信表扬的 我觉得你挺好玩的 只是好玩 我就在想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来 没想到吧 我的花样可多了 我就在想你每天这么开心 那跟你在一起肯定也很开心 虽然我心里已经笑开了花 但嘴里还是问道 多久心动的 柳如烟抬起我的下巴 在我额头上亲了一口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说人话 柳如烟沉思了片刻回我 我是觉得 你一个民众都能这么勇敢 甚至还闹到我们警局去了 我还怕什么呢 我得赶紧把你拴在我身边 免得便宜别人了 那就是很早很早之前 柳如烟就对我动心了 原来我不是单箭头啊 我在沙发上笑得咯咯咯咯 我其实还有其他花招没用呢 没想到你这么快 柳如烟一本正经捏着我的脸 男人不能说快 我笑得更大声了 双眼巴巴地望着他 尤其是他现在还穿着制服 你知道吧 任何身份 只要在后面加上点力利安 就会变得暧昧起来 比如警察和小白领点力利安 尤其是孤男寡女还在一起 我伸手拉着他的衣领 在他唇上放肆 还好今天准备好了工具 只不过 柳如烟就跟我撕磨了几秒 就离开我的嘴说要回家 这么晚了 你早点睡 我先走了 是规定了梁家少女 不能在外超过十点了 我给纪伯达打电话 你说他是不是对那不感兴趣啊 一个帅的吊渣的男朋友送到嘴边 他居然就这么走了 纪伯达说 人家这是坐怀不乱 多正经啊 我要他正经嘛 我恨不得他禽兽一点好不好 纪伯达说 你怎么跟个流氓一样 你们才确定关系 你急什么 你不懂 既然这个女人都是你的了 为什么要晚点 趁年轻早点享受 还能咽咽火 万一中看不中用呢 纪伯达估计也在沉思 过了一会声音都提高了十分 哇槽 那我太惨了 跟梅圆刊错过了那么多 享受快乐的时间 那头有梅圆刊的声音传来 纪伯达过来 然后电话就被挂掉了 我听着嘟嘟嘟的断线声 然后反手就给柳如烟 发了一个自拍过去 照片上的人 性感的腹肌 微微吐出的舌头 那是我今天凹出的性感造型 马上柳如烟就发来了语音 他说请伊藤诚同志禁止犯罪 我叫滴滴回他 请问执法小仙女 执法犯法的后果是什么 柳如烟回复了我三个点 我懂了 原来你喜欢三点事 柳如烟又发来了语音 那声音透露着银人 伊藤诚 哦他急了 我还想调戏调戏他 柳如烟打来了视频 视频那头的他 因为有镜头里的美颜效果 整个人又奶又郁 这种气质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他开口 伊藤诚 你正经典 人家只是真情表露而已 何况我什么都没有说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恶人先告状 抢占了话语权 柳如烟脸都憋红了 想我了 快睡了 明天你还要上班呢 那明天可以拥有一个 小柳同志的专属教训服务吗 可以 我这才心满意足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八点 柳如烟的电话就打来了 我胡乱抓起来接通 宝宝 起床了 柳如烟清朗又好听的声音就出现了 我哼哼唧唧 嗯 我马上起来 我似乎听到了柳如烟咽了咽口水的声音 记得吃早饭 晚上我来接你下班 然后就挂断了 听她说要来接我 我一个鲤鱼打挺蹦了起来 瞬间没有了困意 无胡恋爱真的太美好了 唯一不好的就是 柳如烟的工作真的很忙 但还好 晚上总能挤出来见面 我笑着跟她说 突然有一种偷情的感觉 柳如烟拍了拍我的头 明明是光明正大的约会 我怀疑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我快速朝她嘴亲了过去 好好好 你说的都对来香一口 快一个星期我买的搏击沙袋才到 刚好柳如烟在 我邀请她来家里 我可太善于创造时机了 私人教练点剧屁剧 我想到都有点兴奋了 等我们安装好后 她疑惑道 你买这个干嘛 我假巴意思的戴上拳击手套 打了几拳 编出了一个理由 你知道吗 男生一个人的时候 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 多一些防身手段比较重要 柳如烟瞪了我一眼 但她知道我的小技量 便故意调侃 确实像你这样的小羞狗 确实需要几套防身招数 最重要还能锻炼身体 但沙袋还是算了 情敌拳或许更适合你 那你教我一下 我本来就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赶紧把手套丢在了沙发上 从哪开始 我看网上也有一些 柳如烟今天穿的是短袖 我们两个这么清凉 刚好利用学习的机会增加肢体接触 这可比傻傻打拳来得快多了 柳如烟认真起来 如果别人从后面抱着你的双肩 你需要双手举过头顶 然后快速蹲下脱身 听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 那我们开始了 然后我就站在了柳如烟的前面 柳如烟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我开始了 气息扑在我的头顶上 我脸红着点头 然后柳如烟一把抱住了我的肩 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涌上来 我分了神 然后才想起要举过头顶再蹲下 可是 我双手举过头顶后 跟柳如烟来了一个深蹲 然后又顺势给我来了个过肩摔 只是我也早有准备 顺势就把他了过来 柳如烟一个列举直接倒了下来 就很突然 直接亲上了我的嘴 一时间我们都有点手服无措 结果还没脸红好久 柳如烟再次捧着我的脸 狠狠亲了一口红 他说 我先回家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了关门声 苍天啊 我真的哭了 他这个人真的不是一般的正经 我屡次聊播 柳如烟屡次都有各种借口走掉 继伯答说 可能 他只是真的正经了 想把第一次留给结婚后 我在床上翘着二郎腿 三个月了 感谢柳如烟 让我对这件事的渴望程度 已降低到冰点 你们俩真纯情 我也觉得是 于是我也收心 开始专注于享受 跟柳如烟在一起的各个甜蜜瞬间 甚至还在为他的事业而注意 因为上次我无意中发的视频 火了后传到了他们领导那 于是他们总部就开始在筹备这件事 专门让柳如烟接了露脸的直播 他们领导知道我们的关系后 也找我帮忙一起讨论 直播首秀的内容 我脑子一抽 说了一句 执法小仙女教你反诈骗 结果真的被用上了 由此我是知道了 网上这堆小可爱是真的吗 什么虎狼之词都往屏幕上打呀 连我都甘拜下风 柳如烟也是第一次直播 紧张得没见过世面一样 大家认真听我要讲的东西哦 下面的留言呈刷屏模式 老婆 你说什么都对 老婆 张嘴 老婆 在我被窝里讲 我认真听 老婆 孩子叫你回家了 柳如烟汗都要流出来了 这真特么是长得丑的没人看 长得漂亮的才有人听 事太炎凉了 熬到下波 柳如烟后背都打湿了 我赶紧跑过去给她擦汗 看着被万千网友喊老婆的人 我忍不住低头亲了她一口 柳如烟估计也是累到了 坐在凳子上抱住我的腰 头埋在我的胸前 我拍了拍她的背 刘警官 你可是几十万人嘴里的老婆了 柳如烟的声音传来 但只是你一个人的女朋友 要还会说情话了 下一秒冷清秋小姐姐的声音传来 小组踪险 忘记关直播了 我跟柳如烟都愣了 窝在沙发上 我看着网上上传出来的最新视频 笑出了声 刚才因为冷清秋小姐姐的那句话 我瞬间转过头去 然后直播刚好切掉 听她说 后半场弹幕上全是流口水的心情表情 直播热度居然还更高了 我刷着视频 一半网友痛失老婆 一半网友从老婆粉刻成了CP粉 还有很多贵求我出正面照 甚至是追到了我的号上来祝福我 我趁机把下次直播的预告又发了她 不愧是我 尤其是想到 大家都爱的老婆属于我的时候 我简直嘴角就没下来过 这么高兴 柳如烟从浴室走出来 穿上了睡衣 只不过头发上滴着水珠 我不自然地咽了咽口水 小说里写的不都是 现在这个时候 女主穿着衣剪便开着浴袍的吗 她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我脱口而出 为什么穿睡衣 柳如烟脚步一致 又轻笑着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我很好奇 你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当然是黄色废料 料想着柳如烟不会对我做什么 躺在她的腿上 我戳了戳她的馒头 真软 柳如烟喉咙动了动 我又伸手碰了碰她的喉咙 然后滑下来到胸口 软软的 再顺着曲线往下 向她眨了眨眼睛 等我摸着摸着 柳如烟的脸越来越红 似乎是察觉到我下面的火热 她脸一红伸手握住了我的把柄 我瞬间愣住了 她的眼尾有淡淡的红 这个时候 按照霸道总裁小说的发展 是不是要说 女人 你在玩火 你很懂吗